我的名字是 我正在讀不断也不断也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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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 《非诚勿》与鹦鹉不断刷新首饰记录 尤其患有自闭障碍的天才菜鸟律师女主角的成长事 更是治愈全球剧迷 普恩斌也因为演活了与鹦鹉 成为现正韩国的大师女演员 与她共组CP的李俊浩 暖男形象加上戏中与鹦鹉甜甜的感情线 也受奉劃儿子CP 情于CP 在恋情有迅速进展的同时 官方也公开了两人私下IG 让广大CP粉提前吃糖 近日更在加码 四位主要角色的IG 真的是系列系外都超用心 首先满满的工作按键侧拍照 一看就知道是我们小组BOSS郑明熙 不过头贴以及录音中的贴文 仅是成双的杯子 被网友发现藏有恋爱事实 看来这律师是一定有另一半啰 春日暖洋的崔秀颜 整个版面就如同他一样 充满明媚春天氛围 自我介绍力还是太阳小徒 完全是暖到心坎的讨人习惯 至于小组中 有各种全魔轨迹的全名语律师 IG整个就散发一股 竞争意识故事的气息 还加上一行字 所谓人生并不公平 还有那幅影遇转前的太阳花画 是不是果然很讨厌啊 不过要说人气最高的就是他啦 羽鹰巫闺蜜董格拉米 字界直接写着他们的经典招呼台词 冬图的个图的拉米 最新贴文还是帮羽鹰巫做的 董格拉米版本超大饭卷 真的超有feel 就期待日后他们还会新赠什么提文咯